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你这么害怕我碰你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是夫妻 对不起 我 我 我 不成本 用熊美 你们的存在对我有多重量你知道吗 我对你们的仇恨 从未到原来 即使真相销毁殆尽 也注定在你身 犹如凤凰灭盘 欲火重生 验晖厅师 怎么还没开始啊 你是谁 我是谁 你看不出来吗 我是新娘子呀 你是新娘子 那燕卉厅你的人是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你不知道吗 我的消失 就是为了归来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我居然还能触碰到 你的体温 是那么的真实 陆成北 欢迎来到我的地狱 一切都只是个开始 你谁啊 竟敢在这里 江石浅 好久不见啊 老同学 叫你出去没听到吗 快点出去 快点 快点 听见没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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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说 这个 嘆 讯迦 岚 Çok 送你的 谢谢我不需要 我路程北送出去的礼物 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那既然是送我的 就是我的了 我可以随意主持你 当然 陆城北 你居然喜欢这种类型 我走 跳得是真不错呀 难怪学校追你的男生 都可以绕着操场排三圈啊 请问你有事吗 这个地方确实挺适合做舞蹈事的 不过老师没有告诉过你吗 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是我的更衣室了 好 那我换个地方 站住 让你走了吗 首先 这里是公共教室 不行再占用你说 其次 你说这个教室 已经变成你的更衣室了 口述无凭 不会找老师确认的 我们家每年给这所学校 至少捐一千万 你的奖学金就是这么来的 你难道不应该求着感谢我 还以为老师会向着你 谁啊 吵死 陆长北 你怎么在这里 怎么了 公共场合 不允许有人在这休息 没有啊 这地方 确实挺适合做更衣室的 那他用我的更衣室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 惩罚啊 当然 惩罚拟定 求我 喝酒忘了 不需要 manifestation 宣布 不需要 什么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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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不会都忘了 秦师姐 我承认是我年轻不懂事 但现在是我和承北的订婚宴 你别想搞破坏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 过去了 有些事过不了 你想放过我 我还不想放过你 你想干什么 孟学美 你说你的人生 像不像这条晚礼服 看似华丽 你其实上面布满了虫子 让我帮你把这些虫子 全都杀死 好不好 我的礼服 这可是限量款 这就就这么一件 下次 我让你这些人 这就是 你不太想了 看你 那我就 那么 来 我 想 嘅 这是 谢谢 我是 说 是 你不会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对我年年不忘吧 确实忘不了你 可我已经订婚了 我结婚了 韩菜园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账 你认识的 韩家人 怎么 这么多年 哥哥进身成老名了 你好 走 去哪儿啊 我送你 不用了 浅浅 哥 来 快上车 走 那男人是谁啊 韩菜园 江世显父母私住的学生 跟他哥哥似的 俩人每天一起上学 一起暴雪 他们住不一起啊 江世显不住宿舍 江世显的父母去世后 他俩就一直住在一起 离谱吧 这不就是同居吗 你还真当江世显 是什么小白花呀 说不定他被弟弟乱得很 闭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哥 哥 没事吧 哥 你知不知道 这要快回来 他的名声啊 够了 陆程北 我跟谁住在一起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会喜欢你 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 你没事吧 哥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疼不疼 我没事 倩倩 陆程北一直缠着你 怎么没告诉我 我没事的 哥 你不用担心 我只想好好学习 你介意我们住在一起吗 什么 刚刚陆程北说 会毁了你的名声 确实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就这么住在一起 我的确 只是想好好照顾你 但我没有考虑到这样 会对你造成影响 哥 你别这么说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只是 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而且 家里学校也不远 很方便的 最重要的是 有哥你在啊 就让我乘风远行 只为你而听 穿过四季 闭心待遇 帮复向你 当乘坐宇宙 都归于宁静 轻操而倾听 眺望黄昏的港口 故事被人海漂流 风而阴霾的天空 幸好有你一首歌 吹干浪华的海 飞往人弱的尽头 而我只想牵着你的手 让时光不朽 就让我乘风远行 只为你而听 闯着四季 一心待遇 帮复向你 当乘坐宇宙 都归于你 你伤心的海同吗 你这么害怕我碰你啊 我们已经结婚了 是福气 对不起 不只把你当口 我先好了 浅浅 你今天遇见路程北和孟勋梅 怎么样 你今天遇见路程北和孟勋梅 你今天遇见路程北和孟勋梅 我等这一天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了 要不我来帮你完成吧 我怕你会再次受到伤害 不 这件事情 我要亲自去做 好 我会陪着你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哥 其实你不用陪着我的 我不想连累你 你 我一定会好好守护你一辈子的 谢谢哥 当时你为了图图跟我做名女夫妻 我已经兴许如狂 我不想再当你哥了 葡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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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那个您之前想合作的那个千远医疗科技的人来了 你们怎么对浅浅的 我韩赛元一定加倍还给你们 你们居然是 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千远科技CEO韩赛元 这是我的助理江世浅 原来千远的意思是江世浅韩赛元 没错 我们是夫妻公司 是以我们名字命名的 就凭你们这种小公司 也配跟陆志集团合作吗 我看你们还是 安静点 城北 你们会真的要和他们合作吗 陆总要是有诚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合作事宜吧 千远医疗科技公司 创立于2010年 在创神韩赛元的带领下 搭建起了一流的研发 技术服务和管理团队 其中我们的第三代产品 可以通过链接神经系统 快速检测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能研发出如此高科技的医疗设备 确实厉害 韩赛元 是我小瞧你了 陆总过奖了 陆总 陆志集团目前是国内最大的 医疗机械供应链综合服务商 我们千远的品牌 如果能和陆志合作 将会是双赢的机会 我确实对你们的医疗设备很感兴趣 陆总 我和我太太难得来一次陆志集团 能否参观一下 当然可以 来吧 来吧 走 陆总 不知有意订购多少台设备 你们公司能量产 当然 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去下洗手机 喂 浅浅 今天晚上有个联谊 你要不要来 算了你们去玩吧 玩得开心 浅浅 你还是来一下吧 你一直一个人独来独往的 这是我们毕业前最后一次聚会了 大家都在 我们都挺希望你来的 那好吧 那我就去吧 晚上见 好 马上见 像这样 拜拜 嗯 来来 开牌啊 谁最小 你最小 喝点这杯 哎 浅浅 你会玩比较小吗 来一起玩 我不会 你们玩吧 一起吧 来吧 啊 你该不会是因为 上次舞蹈室的事 还在生我的气吧 不是 没有 没有 那你能这样想就最好了 来来来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一大小很小的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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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他加一张牌 来吧 定队 你输了 干了这杯 三二一一 三二一 三二一 一 来点干的 又说啊 干了没事 红酒 喝啊 喝吧 喝吧 喝一杯 我记得喝 陆成本 你不是不来吗 我现在想来了 我去家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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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家洗手间 那我们来玩吧 继续继续 来吧 江世贤 我倒要看一下 你这个笑话喝醉酒之后 是怎么变成笑话 也会我还请笑 我来来吧 君之也趁 有了 卑士 好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干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没事 放开我 姜世浅 你在跟我玩什么语情故作 你现在送上门来 不让我靠近你 放开我 姜世浅 你别忘了 我身上 你别忘了 怎么 information 你没有 你没忘了 你你把火花抵 异道 你把火花抵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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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 你一直喜欢我对不对 这么多年 没有忘记我吧 我告诉你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 你很喜欢我 你很喜欢我 你没有忘记我对不对 江世贤 你回答我呀 你这混蛋 倩倩 没事吧 没事了 这么多年了 想不到你还是死心不开 陆总 想必我们的合作 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这是我跟倩倩之间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走 倩倩 今天受了惊吓 好好休息一下 对不起倩倩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你远离过去的阴影 是我晚了一步 是我晚了一步 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你当时一定很痛苦 一定很无助 可等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你没有那么多似细 就不会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倩倩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我愿意慢慢陪伴你 带着你 从深渊里走出来 你不要害怕 不管是在你看得到 还是看不到的地方里 我一直都在 倩倩 如果这件事对你伤害那么大 你就站在我身后 我一定会让他们自食恶果的 倩倩 你答应我 千万不要一个人擅自行动 不然我会担心着 我千若离 哥 今天在陆城发生的事 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计划 应该不会影响到计划的 陆市集团的角色权 并不在陆城北手上 哪怕我们不跟陆城北合作 他背后的陆夫人 也不会放过 跟倩倩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合作一旦达成 后面的计划 就能顺利进行 不用担心 你且有我 你们还真结婚了 妈 您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手握拳柄的人 是控不出来手敲自己的门的 你永远不要忘了 是谁给你的权利和地益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听说 你搞砸了和千远的合作 这事是个意外 意外 你敢让陆市出意外 你给我试试 当初 要不是我从老爷子手里 拿到了陆市 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 你若无能胜任总裁的位置 我随时可以联合董事会开了你 妈 我知道 您知道千远是谁成立的吗 谁 韩在元 你说的是江家当年资助的那个孩子 是 这里是一千万 省吃俭用的话 够你和这孩子过好下半辈子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要的是公道 要的是正义的裁决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要不是江石浅先勾引陆城北的话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 他没有 你不要污蔑浅 好 就算要起诉 你们有证据吗 拿什么来证明他是 不知反抗 不敢反抗 不能反抗呢 被强 被伤害的身体就是证据 我听说江石浅回家 第一时间就洗了个澡 他身上所有的痕迹都洗掉了 你又能拿什么来证明 他们两个不是你请我愿的 就算真要追究 也是江石浅先伤了我儿子 那我儿子在医院的这笔账 又该怎么算呢 那个毛头小子 现在居然成了千元的总裁 根据 然后又没办法 就用把努力标策 等下来 就这样 把努力 代表 干杯 江石浅 又见面了 你们认识 陆总 江小姐在我们院里住过一点时间 他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爸 孟师四人康复医院的院长 认识 孟院长可是给过我新生吗 新生 对啊 今天既然我们相聚在此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来 我敬你一杯 你干什么 既然是新的开始 就要告别过去 在我眼里 你已经是个死人 你 你敢打我 孟小姐 请你看清局势 现在是你们陆氏集团 求着要和我们千远合作 别发疯了 今天的饭局 是为了促成陆氏集团 千远 和孟师的三方合作 你们千远的设备 将会投入到 孟师私人康复医院的使用中 不知道江小姐 一下如何 我们的产品 是专门针对精神科的 很适合会员 梅梅 你先去换下衣服 爸 梅梅 韩总 江小姐 请先啰嗦 来 韩总 刚才 小女有点失态 我觉得应该是跟江小姐 有什么误会 您别介意啊 作为本市最大的私人医院 我们是非常相信千远的设备 希望我们在未来 能进一步深化合作 护理工业 预祝咱们的合作 顺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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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医院看看吗 当然 随时欢迎你过来 行 那咱们吃点东西啊 来 韩总 来 韩总 陆城北 是我一手无耻的继承人 我不会让你回来 我们所有人 全部都应该下地狱 我们所有人 千远作为医疗科技公司中的黑马 其创始人韩在元和江石浅 一直致力于研发升级医疗设备 做到让老百姓们能够及时迅速地检测出疾病来源 不再被未知的疾病所困扰 并且能够更好地进行医治 陆氏集团在行业内的地位 大家有目光 能与这样的大公司合作 是我们千远的荣幸 韩总 请问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夫人 江石浅 早就听说千远的总裁和夫人十分恩爱 二位真是郎才女帽啊 陈北 你千万一试结束了 我刚在电视上看到你 可帅了 你怎么了 啊 江石浅 在私人病院待过 啊 我不知道啊 现在的人 压力这么大 亲身多少有点问题 他去看过病 也很正常嘛 我看过他的资料 中间有几年是空白的 他没有读完大学吗 我没看到他的大学病者 那也可能是 他大学生到一半 突然就不想伤了 直接嫁给韩家元 俩人够创业了吧 他们俩一直都很亲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俩结婚次不到一年 哎呀成本 别管他们了 多扫兴呀 你在我的生命里 也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你去国外的这段时间 你都不知道我多想你 你这是要去哪儿 去自首 你想让陆史集团的名誉毁于一旦吗 神座的错事 不就应该承担责任吗 你不要再淌这趟浑水了 我已经找人帮你办了转学手续 你直接去国外读书吧 我不去 现在去不去不是你说了算 妈 消息也不回我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是啊 所以你不能再走了 你不能再离开我 知道了 来 我现在的儿子 我只是在房子界里面 是吗 是我随着 你这不行了 这手 我是不是没到处理了 我必须是有点 我没有读找你 我还要不去 我 grosse朋友 我没好好地 我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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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 你放心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他们 全部都会造报应的 你应该不会很怀念这里吧 要不然回头我跟我爸说一声 让他把你再送进来怎么样 毕竟有病得吃嘛 有病的人是你 如果吃了什么 这药你应该很熟悉吧 很快 你就会感觉到全身发痒 好像有无数只虫子从你身体里面爬了 它们会一点一点吞噬你的血肉 最后 你就会被这样折磨致死 骗你的 不过是颗糖罢了 敢耍我 孟学妹 就让你这样死了 岂不是便宜你了 我也要让你尝尝 一扁一扁失去的味道 走 回来了 耶 可以家伙 肚肚 妈妈 快 吃饭了 肚肚回来了 教练好玩吗 好玩 快来吃吧 长西做了你最爱吃的炒粿粉 图图这次在夏令营表现得非常好 还主动带领其他小朋友完成任务呢 老师一个劲地表扬她 长姐 谢谢你照顾图图 客气什么呀 我有义务照顾好她 来 图图 长姐 吃菜 只是上个月的工资给你涨了一千 行 那我就收下了 图图 来 多吃点 爸爸 你也爱吃 多吃点肉肉 朕希望时光能停留在这一刻 浅浅 我喜欢看你脸上的笑容 费力王子赶到艾乐的身边 抚下身 给了她一个深情的吻 这时 艾乐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睡美人终于 醒了 图图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图图 故事里的王子 在睡美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就随意亲吻了他 这是不对的行为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可以伤害女生 都要尊重女生 可是新闻也是伤害吗 如果对方不喜欢 不需要 这就是伤害 好了 早点睡吧 妈妈会陪着你的 妈妈 我听别的小朋友说 他们跟爸爸妈妈都是睡在一起的 你为什么从来不跟爸爸一起睡啊 因为妈妈想跟图图一起睡啊 可是图图已经长大了 不能老这样 发展着妈妈了 好吧 那妈妈以后就跟爸爸一起睡 睡觉吧 再来 静音 静静 静静 哥 我们以后都一起睡吧 怎么这么突然 你别误会 涂涂现在长大了 懂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我们总是分房睡 他会怀疑的 我知道了 那 你会告诉涂涂真相吗 涂涂和陆程北没有任何关系 你才是他的爸爸 是吧 我 终于有人来陪我了 我姓常 常熙 你呢 你不会是那个吧 你干嘛啊 放开我 你快晕了 真的 我爸妈很准的 你这是死了 我爸 我爸 我对她别无所谱 只见了她那个皮腕椒 那就叫涂涂 还顺口 你这种小鼻子 真像 真可爱 降世前 你好大的胆子 敢拿孩子来威胁我 你来干什么 孩子我和自己养他 不用你管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呀 把孩子放下 把孩子换我 别瞅我狠心 干什么 别瞅孩子 你们干什么呀 换我 你们要干什么 别瞅孩子 不要瞅我 你们什么血啊 你们 浅浅 浅浅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把图图找回来的 图图 妈妈告诉你 是长阿姨把你带回到妈妈身边吗 你要对长阿姨好 知道吗 今天呢 是你正式上小学的第一天 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情 一定要告诉妈妈 知道吗 是叫图图吧 长得真可爱 你来干什么 我就是路过打个招呼 图图 不许你靠近我儿子 江石浅 你跟韩总还真实恩爱 连孩子都伤了 陆总有事吗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又不会对孩子怎么样 而且咱们是合作关系 没必要这么咄咄逼人的吧 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 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打扰 走吧 图图 被打扰 多吃点 江石浅那边 没闹出什么动静来吧 没有 没有 卢夫人您放心 我盯着呢 那个人我以前接触过 他不像是一个简单的人 尤其是现在 他还是江石浅的丈夫 您太高看他了 跟您说呀 他们两个人在我眼里 就是两只蚂蚁 捏死他们太简单了 这么跟您说 把苦难当作励志故事 这就是个谎言 这是用来护弄那些穷人哪 对了 夫人 您看这 城北跟美美的婚宴 已经办了 咱这婚期 是不是应该定下来了 难道这门亲事 还能黄了不成 只要你们愿 一直愿意为陆氏集团 提供人体药物试验的话 那咱们这门亲事 这不说两家话了吗 只要陆氏集团有任何需求 我们孟氏集团 一定是无条件配合 那改天我就叫人算个好日子 谢谢妈 不对 是陆夫人 这孩子 没事 很快就可以改革叫妈了 是王 陈仔 没事 咱们继续吃 不管他 拜 拜 欢迎订嗣 怎么样 不 呃 饪 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韩总 更新设备这种事 您跟我们说一下 远程进行就行了 您还亲自跑一趟 孟氏是我们重要的客户 我当然要亲力亲为 好啊 不愧是千远的设备 用着就是放心 行 那这样您先忙着 我去院里看看病人 好 好嘞好嘞 过去了 这次 你们是插翅也难逃了 等半岛落实梦式之后 我一定要创建 一个有温度的 公益基金会 专注帮扶 献天性耳聋的孩子们 没想到 跟我们有相同遭遇的人 居然会有这么多 他们做了那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 现在人证物证都已经有了 就等哥那边的证据了 我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 我会支持你们的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到时候啊 我一定站出来 给他们作证 谢谢 妈妈 兔兔 兔兔你回来了 真是一回来就找妈妈 对不起啊兔兔 今天妈妈实在是有事 太忙了 没分去学校接你 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 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 说要拍全家福 全家福 是啊 你们要靠近一点 亲这兔兔的脸 行啊 好 爸爸妈妈吃嘴了 天姐 不好意思啊 图图 你刚刚照片拍到了吗 没有呢 那我们再对拍两张 再拍一张 来 三 二 一 一 一 守护好您的母子俩 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一心大约不想你 但正作与障碍 我爱您有开始 但是永远不要结束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在这儿 陆氏集团和梦氏私人康复医院的合作 是为了 非法开展人体药物事业 谋取暴力 太过分了 不仅虐待 还把人当小白鼠 其实是 使人命如草剑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么 原本是为了调查梦氏私人医院 虐待病人的事情 但没想到我们掌握了这么多证据 再加上 你掌握的证人证词 半岛陆梦两家 指人可难 避免更多人受害 这一天终于快来了 您能知道 红队梦氏 Before you go 皇上疯传的梦氏私人康复医院 虐待病人的画面 正是由我们千眼科技所拍摄的 我代表千眼科技 向南来之前 我们的设备本来是为了记录病人的临床反应 却没想到拍下脸额发指的话语 请问您找谁 滚 韩总 韩在远 你什么意思 刚合作就送我一番大礼 我不过是将事实呈现给大家而已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好处 这些都是你们欠欠欠的 他在私人病院受到那些折磨 我要你们都偿还回来 你说什么 装什么装 不是你们把他送医院的吗 承布你冷静点 说 当冲发生那件事情之后 将事先想去起诉你 但被妈拦了下来 为了堵住他的嘴把他送进了私人病院里 你那个时候出国了 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让他咬好 如果当初不是你对姜世浅做了那种事情 他能被送进去吗 我们不过是半信八礼吧 姜卡姐 你也是梦氏私人康复病院的受害者吗 是的 在梦氏私人康复病院的一段痕迹 是我人生中最偏爱的一段时代 在那里 我们每天都要被注射各种精神的抑制药物 每天轰轰热热 同时还要遭受电击等暴力折磨 除了我之外 还有很多的受害者 他们今天也都会到场 来揭发私人病院的恶行 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除了你以外 怎么还没有见其他受害者现身呢 他们 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抱歉 我先出去一下 好 好 倩倩 我给长姐打了电话她没接 其他受害者也联系不上了 这件事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压下去 放心吧 陆夫人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长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 会议受害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吗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 倩倩 对不起啊 我 我想了想 我要是揭发梦氏的事情 我老公 他就会受到牵连 老公 你是说那个混蛋吗 他又回来找我了 但是他这次态度很诚恳 他还跪在我面前 他保证说 以后不会再喝酒 也不会再打我了 我觉得他这次一定会改过的 所以我想给他一次机会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次次的妥协和隐忍 换来的只是他的变本加厉 他当初都把你送到私人病院了 你还没有醒悟吗 可是我心里 我心里还是有他的 我离不开他 我 我做不到 你这是对施暴者产生了情感依赖 是斯德格尔摩综合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心里特别在乎他 现在他回来了 我才发现我心里一直盼着他 其实 我忘不了他 倩倩 我真的很想和他好好地在一块 常杰 你清醒一点 你跟他是不会有未来的 倩倩 你就别再比我了 你别再比我了 常杰 常杰 除了长期以外 其他受害者也不肯心事 这说明这一切不是小河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阻止这一切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来想办法 最近你为了这件事情 操劳了太多 好好休息一下 我都快要放学了 我去接他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睡一觉 爸爸妈妈都觉得我有病 把我送到梦师四人康复医院 可他们根本没有治疗我 而是没日没夜地殴打我 对我精心电器 乔欣给我出社药物 还有我每天对他们笑 他们就这样排下我的笑楼 给爸爸满满交叉 你又来干什么 可以跟我好好聊聊吗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江师姐 放开 放开我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被抓进了私人病院 还受到这么多非人的折磨 江师姐 对不起 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了吗 陆城北 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我该怎么样做 你才可以原谅我 让我补偿你好吗 好啊 那你去自首 把你对我的伤害 还有梦氏和陆氏 对大家的罪行 统统向警方交代清楚